艺人珍珍和鬼才导演刘家超 今年5月金船已经离婚 28年撼动演艺圈 上午珍珍出席抗战70周年影展 被问到近来刘家超 两度为了财产要和珍珍对不公堂 难道刘家超的控诉都是真的吗 珍珍驳斥前夫说的都不是事实 许久没有公开露面的资深艺人珍珍 上午出席抗战70周年影展放映 回顾民国60年代和柯俊雄主演的 台湾首部郑宣电影《英烈千秋》 已经退休30多年了 大概这部戏是我26、27岁拍的吧 感觉如何 很高兴能够参加 其实今年5月珍珍和鬼才导演刘家昌 金豹早就离婚28年 是为了儿子刘子谦着想 才勉强扮演假面夫妻 我儿子受伤很多 对这件事非常遗憾 让珍珍遗憾的不止是婚姻破碎 还有刘家昌为了家产 恶度对珍珍提出告诉 先是刘家昌自称给了珍珍20亿财产 珍珍却连生活费都不愿给 断催又断粮 后来又控告珍珍思科公司张 要求分股份 让两人再次对簿公堂 我自己也不敢相信 不太知道 这个要问他因为 这怎么讲 我不知道 因为不是事实嘛 被问到家务室 珍珍摇头苦笑 也透露双方其实已经很久没见面了 婚变消息浮出台面 现在提到刘家昌三个字 珍珍也终于能够做自己 不必再扮演恩爱伴侣 有点TV科室张黄一金 台北报道